台北股市反彈了超過2000點 有一檔個股完全沒丁沒當 但在12月它終於動 那就是大家非常期待的鴻海 美日韓歐四國的A咖 都來下單談合作 加上終於盼到了鄭州宣布了 放寬防疫措施的消息 讓鴻海間股價跳空大漲 但今天前要跟我們聊一聊 這一次備受矚目的 美國俄亥歐車廠 鴻海怎麼樣花120天 在各國列強的這個技術之下 奪下這個廠的秘辛 好 當然你剛才講他不動產 不要這樣說 人家這兩天漲了5塊錢 有動了 兩天漲了5塊錢 很多拚命健身的阿伯 這幾天心情都好強 為什麼 因為要讓自己 越更健康 看到鴻海回到200塊 對不對 當然大家會覺得說 是不是因為在白子革命之後 整個突然之間廣州 上海 大幅度的就整個解封了 這個解封 尤其是在鄭州市政府 他宣布12月1號0時起 解封了 為什麼 之前不是就是為了這個疫情 員工出走 整個事件的影響 鬧得非常非常嚴重 但是鄭州宣布解封 你看超市 健身房 這些都解封 解封尤其是對 這個富士康來講 他雖然不是在市中心 可是這一解封 對他一定有很大的一個幫助 很多人認為說 這個是不是在黑暗風暴中的 一個好消息 不只對富士康 蘋果也是 上海廣州多少的蘋果零售店 因為這封城 沒人去買手機 開始銷售量會不會帶動起來 當然 這也帶動他兩天漲了5塊錢 但是我們要去特別注意 鄭州之亂你解封 你的銷售量會不會馬上回補上來 這可能是一個問號 為什麼 郭明錡他特別講 鄭州廠11月產能 只有以往的20% 不是掉20% 是 只有以往的20% 而且整個第四季的銷售量 可能會掉2 30% 尤其是在iPhone14 Pro跟Pro Max 這個部分 如果這麼一掉掉到7000 7500萬隻 坦白講 是不是真的能夠補回來 馬上補回來 因為即便整個防疫放寬了 工人是不是願意回來上班 我覺得這還是一個變數 那這樣一講 那到底為什麼兩天漲5塊錢 你的依據在哪裡 不是iPhone嗎 因為分譯師也說 蘋果可能現在因為鄭州之亂 一個禮拜就少了10億美元的損失 沒錯 好 所以之前幾天 我們就在講 這一個鴻海陸陸續續 宣布了很多電動車的計畫跟消息 我們今天仔細來看一下 因為最近鴻海的電動車 既然吸引了美國 日本 韓國 還有歐洲四個大咖 都要來跟他下訂單 他說四個大咖車廠 想一想應該就是那幾家對不對 等一下我直接把答案透露出來 好不好 那個Let's talk 原本是誰的廠 就是通用 通用 美國通用 對 通用就是做不下去了 把那個廠年產60萬輛的廠 給員工 就員工集資 把他買下來 結果還是轉成做電動皮卡 對不對 但是也是做得很辛苦 後來是不是賣給鴻海 好 那請問一下 你覺得美國是誰 我直接點 應該就是通用 就是通用 最大的 通用看 哇 你怎麼這麼厲害 我已經工廠 以前這樣了解 你現在可以拚起來 還可以接到好多客戶 對不對 這一個嘛 一個通用 GM 再來日本 因為這個廠旁邊 就是本田 那本田自己也搞得很辛苦 你看 那你做得這麼好 而且就近供應 那是不是有可能本田 直接供應它的這個供應鏈 因為就日本來講 它要做到在地生產 在地製造 以現在的目標來講 還是有點難度 另外一個 鴻海本來就有供應一些 重要的零件給誰 給B&W了 所以順理成章 那B&W在美國要上市的電動車 直接交給鴻海來 是不是很合理 歐洲的就是B&W了 好 那我再講 在韓國 在美國 銷售量就在前面 而且如果通膨法案出來以後 首當其衝 受影響最大的是誰 就是現代汽車 就是韓國 因為它銷售量最多 沒錯 所以我覺得應該就這四個 我直接點名 真的都是大咖中的大咖 89不離時 穩了啦 89不離時 所以現階段 預估鴻海2023年 下半年開始在美國 二海上量產對不對 2024年直接進入爆發期 因為四大咖進來 那個廠不趕快擴大 接單不足 但是你剛才講到這120天 我先講 其實鴻海說要坐電動車 他們也很清楚 一定要到美國去 這件事情是確定的 但是到了美國以後 我這個你看 原本要跟福斯合作的Fisker 對不對 後來找了鴻海 因為原本找不到訂單 現在有訂單了 25萬輛 OK 好 問題是我們接到訂單 要去哪裡生產 沒有地方生產 對 沒有地方生產 其實蕭柴又花了非常多的時間 他幾乎把美國跑遍 這就是鴻海在美國的 非常重要的產品長 管理的高階 他就是負責整個電動車 市場最重要 生產那一端的一個佈局 好 他花了很多時間 從東岸跑到西岸 南北這樣跑 其實很多車廠找他要賣 可是鴻海不是在威斯康辛 本來就有工廠嗎 對 那邊不行嗎 沒有 不是說你在就地 或是說你原本就坐車的 我就願意看上 後來Lostone這個訊息一傳出來 他一時間一聽到 他喜歡這個廠 為什麼 因為這個廠有設備 然後有產線 有人才 重點是他本來就做電動皮卡 要切入非常非常的快 可是問題來了 很多人都要 怎麼辦 因為有通膨法案的助覽 大家都想要趕快買個廠 在每個座碼 其實他就很重要 他就開始蹲點 好 先找當地的有利人士 譬如說像小平哥這樣對不對 當地的政界的有利人士 稍微跟他聊一下 聊聊天 然後找美國當地的政府聊一聊 講他的想法 我的重點是講他的想法 他保證不裁員 保證不裁員 可是員工會怕 好 那是不是員工會找 工會出來談 沒有 他直接去找員工 而且更重要的是在美國 不是大家都自己拿一個那個 小小的透明盒裡面有 那個三明治那個有沒有 對 自己的午餐盒 就自己跑去吃午餐 沒有 他跟大家一起吃午餐 我跟妳聊 妳說這個策略長自己跟大家吃午餐 妳在想什麼 妳怕什麼 妳不用擔心 只有直接 最直接面對 面對員工 把這個問題解決了 所以最後120天被他拿下來 那當然這當中 還包含了柔性的生產 妳不要有自私化 因為妳這樣 妳一定要接大單 不用 我小單也可以做 然後包括 我再把更多的供應鏈帶進來 產生了供應鏈PAC 這樣的一個方式 當然所以我們看到了 鴻海的一個發展 我們可能會覺得 那不得了了 可是我們忽略了 前有狼 後有虎 是 特斯拉難道沒有在努力嗎 狼在前面 而且更可怕的事情是 一堆小虎在追呢 那我就說 中國大陸的電動車 追起來的速度很快 大家第一個直覺是什麼 魏小禮 未來 理想 小鵬 就在想這三個 不是 如果還要講這個 那我們節目就訓了 因為我們節目叫 這不是新聞 已經不是為小禮了嗎 對 我們要講的這個叫做 廣汽哀安 他直接講 他叫 哀小味 已經把禮幹掉了 對 他覺得那個禮 所以你看他的企圖心也講 他說可是從來沒有聽過 那他有車嗎 他有車車 有賣車嗎 我跟各位報告 不好意思 11月他賣了多少 28765輛 跟去年同期成長 相比成長91% 而且他本來是想說 今年他要賣24萬輛 沒想到1到11月就賣超過24萬輛 大幅度成長128% 已經提前達證了 那提前達證要幹嘛 開相比嗎 不是 要漲價 漲價 對 因為其實他的車不貴 你知道他一台車 一般的款式就是轎車版的 大概16萬 人民幣嗎 對 人民幣 很便宜 不到100萬台幣便宜 70、80萬而已 然後14萬的款式也有 那稍微高階一點的豪華款 也不過20幾萬 就是走那種中低加路線嘛 有點像平民風 對 然後這個策略跟早期比亞迪 是非常非常像 對不對 好 那這裡有一個問題 因為他的車太便宜了 然後品質也不錯 所以很多的網約車 什麼叫網約車 就是你在網路 就很像我們講的那個 Uber 對 就網約車 那網約車就會給大家一個 那如果我買了這台車開 人家會不會覺得 我的車子很低階 就是一個網約車呢 就好比計程車 你看到某種車款 你就想要計程車之類的 最多計程車開 好 但是 廣汐安他講一句話 他們的總裁講一句話 你覺得 這個豐田好像很多人說 是計程車 那豐田就不好嗎 他的品牌知名度就不高嗎 很棒啊 大家還是很喜歡 然後同樣的道理 他們也是這個思維 但他要漲價 因為他要開始把他的品牌的定位 價值定位 開始往上拉 所以他也自己研發了彈夾電池 就學比亞技嘛 先漲價 比亞技叫刀片電池 對 先漲價嘛 再來刀片電池 你看他彈夾電池 彈夾電池 為什麼 因為電池大家最怕的是什麼 自然 對 所以他要強調他電池的安全性 甚至我自己收購了一個車規的半導體廠 做晶片 讓大家知道未來不論是我的自駕能力 或者是我各種黑科技 我都有自己辦法自己搞定 這個也很像比亞迪啊 比亞迪不是就是什麼都是一條龍嗎 好 甚至更重要的事情 你們都覺得我是低階車對不對 我跟你講 我現在要發布一台百萬等級的 這個超跑叫做浩博 像畫面這一台 同樣 好漂亮喔 我跟你講這種 只要看到車門這樣掀起來 我都期望會有一個美女 從裡面走下來有沒有 是有美女走出來 對 像他說同樣等級的要五百萬 所以他覺得 他就是要強調這樣的一個概念 好 當然講了半天 這樣不夠說服力 對啊 我們先來 為什麼他的車賣得好呢 這個 這個Ian S Plus 你知道嗎 我們過去講車 譬如說我第一次認識 這個譬如說 B&W的車 或奧迪的車 就是在007電影裡面 我們第一次認識奧斯登馬丁 也是不是在007電影裡面 而且那個車就很厲害 你可以做很多改裝 是 所以車子只要出現在 特工電影裡 就代表這個車子 被這個電影廠認同 它一定有很強大的一個功能 沒錯 那這部車就出現在特工電影裡面 它也出現在特工電影當中 對 而且在 特工電影 這個是一個坎 沒錯 而且在電影當中有三個情節 分別把他車子最猛的黑科技 把它展示出來 你看 這個男主角 就是那個特工 他剛才不是在摸口袋嗎 因為他的鑰匙被另外一個 特工偷走了 沒有鑰匙在怎麼開車 然後呢 這個時候他怎麼進去 沒關係 他把手機拿出來 然後進去了 然後他跟他的對手講 因為他的對手的鑰匙 也被他偷走了 他們兩個互相偷對方鑰匙 電馬上補上 這個就是他第一個黑科技 這個非常厲害 另外一個是什麼 在這個電影裡面 還有一個 他們要去偷那個 那個好像一個 那個記憶體還是什麼之類的 那偷了以後 兩個人困在那對不對 跑不動啊 受傷了嘛 怎麼辦 這時候怎麼辦 這時候怎麼辦 你沒有第三個人開車 這時候手機啊呼叫火技 這個過去我們在看 那個藍波洛基里麥克 電影裡面那個火技 而且他就開過來了 沒有人耶 沒有人 而且我覺得更厲害的地方是什麼 第一個 他最遠 150公尺之內的距離 他都有辦法呼叫 所以我只要叫他 即便沒有叫 他就自己開過來我這邊 他就自己開過來接你 太神了吧 這個很酷吧 下次你去夜店 出來的時候 你不用叫趴車小弟 火技 然後那個車子就自己開過來 見鬼了 車子裡面沒人耶 對不對 而且不只這樣 不同樓層也可以 不同樓層 如果在停車場找車 對 不同樓層 太厲害了啦 你找到B2找不到對不對 這代表他自駕能力有夠強 有夠強 所以也同樣的變成 我剛才講停車這個問題 停車這個問題 你根本就不用 什麼 實練到車輪庫 不必啦 手機拿出來對不對 同樣的功能 手機拿出來 滑一滑 他幫你把車子停好 這就是黑科技 好 然後這電影裡面 還有一個情節 我覺得是更有趣的 他跟這個他的女朋友 兩個真的要準備 對不對 好好享受這個私人的時光 突然又接到電話 又要出任務了 對 他就跟他女朋友說 沒關係 你在車上玩遊戲 等我一下 然後他就出去 再回來 遊戲還沒玩完 播放一點 他就回來了 那這個裡面的娛樂系統 其實讓這個女方 可以沉浸 忘掉這個時間 這他非常厲害 完全忘記時間 在車內也可以看電影 而且他出完任務回來以後 回到車內 一鍵按下去 椅子就躺平了 就可以開始出任務了 不是 就可以開始 出什麼樣的任務 沒有 不是 就是說如果帶小朋友 出去露營的時候 就可以直接睡覺啦 就一鍵躺平 家庭用 家庭用 對 你不要想歪 你好媽媽的形象 對 所以其實很多年輕人 就也很喜歡這種功能 因為現在很多人到戶外露營 什麼的很多 所以你會發現 有這麼多強大的黑科技 所以難怪這個車會受歡迎 所以你知道他現在的 市值 他A輪募資裡 募資就募了一百八十幾億人民幣 裡面我們講到幾個重要巨頭 像幹風里業也有參與 他的A輪很多大咖去參與 很多大咖參與 然後現在的市值 估計市值 超過一千億人民幣 那你說一千億人民幣 是什麼概念 廣企 愛安 原本叫廣企新能源 所以他的集團就是廣企 廣企A股加H股的市值 還輸給他 哇 A股加H股 加起來的股票市值 還輸給這家品牌公司 A股加H股 厲害 所以未來這一檔 有沒有可能激起直追 也值得我們好好來關注 那我可以考慮一下 那我可以不再責任 就算了 那麼多呀 對啊 一直都很準確 我可以幫你 抹個 買給你 這麼多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